今天带田田去拍百日照 之前拍过一次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她全都是哭的脸 而且之前拍的时候只有70多天 就是她还不能竖过来抱 脑袋竖不起来 现在100天了 她可以这样抱了 上次是请人到家里来拍的 今天我们直接开车过去 是不是睡着了她 在家里闹谈的不得了 不肯睡觉 一到外面来要干正经事了 她就要睡了 实话实说 拍这种照片 还是要来店里拍的 鸡子你看 这些就是要宝宝很大 才能拍这个 想象一下自己的孩子 一瞬间长这么大 从小到大的衣服 好 谢谢 鸡子你来看 都是小孩衣服 你要给她挑的 这是拍在我们前面的宝宝 宝妈 也是一个小宝宝 这里能拍的题材 就非常非常多了 鸡子你看这个 这个小桌子 这么一对比 上次请的上门拍的 就太仓促了 我们家本身就小 根本拍不出什么花样 我觉得像这种婚纱照 小孩白日 还是要到外面来拍 宝宝 这是咱们今天选的衣服 然后我们只会进行一个 五到十分钟的消毒 然后你这边稍微打一下就好 好的 没问题 拍完这个宝宝 就轮到我们了 还是要带点妆的 这样拍出来效果更好 虽然上了妆 脸上还是坑坑洼洼 甜甜以后千万不能像我这样 她不要长痘痘 镜子也要做一下造型 今天开心多了 躺一躺也是 笑一笑 弟弟 好的 你们到底是专业的 跟什么的 笑一边 笑一边 我们吃个小小食好不好 我不客气 会哄人 甜甜哭都不哭 不是 但是买买了 你吵着说 因为再不成功 人家 我的反而重 好 乖乖乖 乖孩子 太好了 回家 我们回家了 老山 住后 那边